欢迎收看建筑三百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接上集 今天我们来聊设计 各位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个方案 首先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次项目的用地 这块地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一个西南方向 你打开地图 找到那个明治深宫 你就找到这个地儿了 明治深宫我们上回说了 其实就是明治天皇安葬的一个墓地 日本人把这个明治天皇当神来对待 所以明治深宫也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日本人最喜欢参拜的一个地点 明治深宫分为内院和外院 内院就是卫星图上这一大块绿的区域 是当年一大堆园林景观植物学家 跟着研究半天用人工的方式 来打造的一片自然林 景色很美 这件事在国际上也比较有名 而这个外院则是这次项目的用地所在 距离内院大概是在800米左右 现状就是一片体育场 外在几个历史建筑 其中最有名的是内院的一条银杏大道 这条道号称是世界最美的20条树道之一 如果你秋天去东京 这里肯定是你要去打卡的一个地点 另外用地的东侧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筑 圣德纪念绘画馆 1926年建的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是一个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一个建筑 里面展示的是明治天皇升平的一些事 通过什么绘画什么的展示 其他的就是西北的东京体育馆 东南的几个体育场 其实很多资料里面都提到了项目用地与明治神工的关系 但是这些资料里大多数都没有说 这块地的北侧实际上还有一个东京最大的日式法式风格 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公园 新宿育苑 东侧还有曾经被当作皇宫 当作花园的一个赤板寓所 而且这两块绿地公园也很大 甚至于他们的距离距离项目更近 挤着几乎都是 所以很明显 这次东京奥运主场馆的用地 实际上是在一片历史文化区的范围当中的 而且除了绿就是绿 因此对历史文化是特别敏感的 规划上的对建筑高度也要求在28米以下 而这些问题呢 后来都变成了把这个扎哈的方案给干费的一个定时炸弹 另外呢 这块用地的北侧是东京核心区域两大通勤铁路之一 中央线还有地铁大江户线 再加上那些车型道路啊 交通情况其实是很复杂的 了解了这些基础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设计方案 第一次呢是这个竞赛阶段 当时说的是要为2019年举办的世界杯橄榄球赛来做 规模呢要求能够容纳8万个座位 很大 还有一大堆别的要求 但是同时呢最后也明确了 这个体育场就是要用于日本身份奥运会 这次竞赛当时的参赛选手 可以说是大师云集啊吸引了全球46个团队来参加 当时在腰标文件当中呢有一个很苛刻的要求 那就是参加者必须是拿过普利斯克奖等等类似级别的这种国际大奖的 结果到了最后呢一共有11家公司的方案去决赛 下面我们就从这个11家里面挑几个有趣的方案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Publish这是号称体育建筑专业户的公司啊 但这次呢特别有意思 这个专业户公司可能是常规那种体育场的 做腻来了 所以这次做的呢是一个最不像体育场的一个体育场方案 你从校图上来看啊 他们的方案应该是处理了一个特别巨大的屋顶啊 把整个这个用地都覆盖在下面 中间空置的这个区域呢应该是体育场 这个屋顶用了很多像山丘等高线一样的那种设计员 穿插在一块 有一部分的区域是透空的 隔着屋顶你还能看到底下种了大量的这种树屋 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从你外围 甚至从屋顶你看不出一点体育场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做咱们等会再说 下面这个法国公司的方案 这个方案很有意思啊 做了一个巨大的土坡啊 整个体育场被埋在了土里头 你看这个像什么 是不是很像个坟地啊 那恭喜你 你抢答对了 这个方案的名字就叫做古坟 坟地的坟啊 法国人做了一个坟 用来做日本的国家体育场啊 其实这个做法我们中国人听到肯定很崩溃啊 你不能因为是隔壁是明治神功 是明治天荒的坟 你就在隔壁也做一个坟呢 但是看样子法国人不怎么想 他们是觉得坟这种东西那也是很有纪念性的 想想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啊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做的就是一座大地的丰碑 看了这两个方案 我们就需要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那就是在做这次方案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很多设计团队都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这个项目和绿化的关系 前面咱们说了 这个地块周边有三个巨大的公园 绿化对这个区域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两个项目 都是在通过绿化的方式努力来削减建筑自身的实体感 说白了就是让建筑在这个环境当中彻底消失 除了上面这两家公司 我们再看看另外四个方案 这是日本紫设计公司的方案 很像是一个绿色的八爪鱼 但其实呢是一个巨大的网架雾面 你看这个颜色很像是木质结构 雾面的下面还有很多的绿化 而这个呢是一东风雄的方案 虽然上面呢还是一个常规的屋顶 但是下面的柱子上也做了很多的垂直绿化 我们也能大概猜到它的做法 应该是处理了很多空中的不同的平台 下面这个呢是德国的GMP方案 这个方案呢其实也是做了一个绿色的很飘逸的一个屋顶 还有一大堆的曲线啊场地啊环绿的周围 看上去这个建筑已经和这个场地完全融为一体了 下面这个呢也是日本的一家公司的方案 从方案上来看呢 它的造型也许是源自于某种植物 外围做了很多这种垂直绿化 很像是一个巨大的花瓣 上面这四个方案也都是入围方案 但是没有进入前三 很显然这四个方案和最开始咱们前面讲的那两个方案 出发点基本是一致的 只是做法上略有差别 看到这儿大家肯定很好奇啊 那前三名的方案是长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是日本著名建筑CP组合 美岛合适希德利卫事务所和日建组成的一个联合体的方案 这个方案呢做了一个非常轻盈的屋顶 看上去很像是一个飘带 整个建筑的立面呢都呈现出了一种非常飘逸的动感 如果你联想到美岛组合在深圳做的海洋博物馆的那个方案 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这种大体量建筑处理上的这个手法 其实还是很统一的 当然你也已经发现了 美岛的这个奥运场馆的方案 好像咱们没有看到太多的绿色 第二名老牌事务所考克斯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造型呢相对比较常规 而且说实话 个人感觉啊 这个其实更像乌龟壳 只是这个乌龟壳的不同点在于呢 从脚看图上来看 屋顶的做法是虚实结合的 除了中间两块石的屋顶 那个应该是一个可以开合的污蔑 其他的区域做的好像都是那种透空效果 当然我相信你又发现了 这个方案也没啥绿色 第一名就是后来争议最大的扎哈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造型呢 当时很像是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的一个头盔 整体呈现出了一种生物骨骼一般的那种造型 特别的流畅 这个方案还是沿用了扎哈他一贯的手法 将周边的这个场地环境 整个都整合到了这个建筑当中来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广场 应该是解决不同高度的人流组织 同时甚至还将建筑与过节天条 轨道交锋点结合在这一起 可以说是一个整合了周边所有资源的一个建筑解决方案 当然这个方案更是没有什么预算 OK到现在为止 不用我说你已经得出结论了 日本东京国家体育场项目在第一次设计竞赛阶段 显然评委们压根就没有在乎这个建筑 是不是反映了周边环境的景观特征 更没有在乎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地区 做这么巨大体量的体育场 是不是应该多考虑考虑 如何消影自身的体积感与影响力 那凭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应该更多的是这个建筑 是否具有强烈的地标性 是否具有未来感 是否是一个开上去酷酷的东西 不知道各位观众对这些方案怎么看 都不喜欢也没事 因为广大日本人民 当时也不喜欢 于是第一名扎同学就开始改发了 又改成什么样了呢 关注点赞收藏 我就是把建筑讲成故事的强歌 咱们下期再见